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订阅大观战来观战一把孟老师封眼 这张方便有它油拆昆虫拥兵加牛仔 怎么说呢,这张阵容因为前期的一个牵制能力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他们前期如果说能够扛住封眼的追击应该是有机会的 但是面对的是孟老师,我看他的胜率百分之百 这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呢 那百分之百再不讲道理了呀 当然的话遇到的是邮差,可以啊,这个位置遇到邮差板子破一块 然后前面的话进板,你进板我再破板 前面的那个点位是已经封住的,所以说这边上二楼 可能,哎呦,这个整个大房好像都被封死了 我刚刚只看到二楼的点被封死了 这边的话先给你来一刀,飞轮扭掉可以 前面有没有抽刀的机会,抽刀,那你下板我破板 这边还有一块单板可以玩 这块单板,这彩板是真爽啊,好快 补一刀,补一刀,补一刀以后后面闪现一刀带 整体上面来讲这个击倒我觉得求者就没有任何一面了 这个击倒球者就没有任何一面了 你说打架,昆虫,牛仔来打架,能不能打,能打,当然能打 你来打,你来打,你两个人不休机,我封眼更加乐意 把你们的道具消耗完,你的牛仔的勾,你的昆虫的虫都是可消耗的 不消耗干净了以后,你们这边手里没道具,我变了二级 我还有更多的机关墙,我来封你们,不美滋滋 所以这个局我觉得求者已经没有机会了 前期这个击倒,大家可以看视频都可以看一下 就是看上孟老师他前期的一个封点 封完以后把这边的一个大房变成一个孔带 这一波的话是没有能封住 封住,邮差,带游一个走不了 用逼这边直接救还可以 这波救完相对来讲 帮帮扛扛到没必要,真的扛不了 这个帮帮扛刀给一刀,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的 真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我觉得这边没必要帮帮扛刀 就是该走就走,保证自己的一个好状态 扛刀,这里再放一只狗咬着 如果这下滑不到 军兵的机子被干扰到 这边的话应该是再封一手其他人的机子 牛仔过来打架 打架,我还真不怕 对吧,你来打好了 你来打你在这边站岗 我在这边先把你队友的密码机全给封了 不太好搞不太好搞 这边椅子太近了 这椅子太近了 你打架你随便打 其实我刚想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这下没划到油拆这边博命已经结束了 如果再能够拉开距离的话 我就得收回刚才那句帮忙扛刀没有意义的一个话了 我觉得那确实扛出来了 相信这个油拆它 狗放中咬中拉开距离 确实 如果说因为我本来觉得这边的话直接一勾勾下来 我本来觉得就是如果这里扛一刀 因为我觉得也不一定能走得了 或者说大概就走不了 大概就走不了的话 我觉得就是扛的就是亏嘛 也的话牛仔一波勾下来 等于说这里是个上挂飞 你椅子距离有一些远 牛仔这边满血还能操作一波 但风眼这边的话能量很多 直接将这边滑住 牵起来 有墙你勾得到吗 应该是勾不到的 应该是勾不到的 这个位置的话这堵墙太远了 外面的摔摩鸡机 现在外面有三台遗产 大概都是50% 也就总量差一台半 牛仔这边的话面对枫叶 它钩子还有 现在是一个有闪现的枫叶 追的话其实追谁都可以 我觉得追谁都可以 他现在要的就是击倒 要的就是击倒再一滑 好了优兵倒地那结束了 这一波优兵倒地的话 再交个自棋 密码机时间不够了 不是说优兵倒不倒地 交不交自棋的问题 而是现在密码机时间不够了 密码机时间不够了 现在等于说牛仔还要去补鸡 那这边谁来救这个昆虫呢 墙封封住了吗 封住了 封住了 风到了 滑到了 滑到的话这边可以直接交闪 求稳打 也行吧 孟老师这边开始稳着来 昆虫半血救不了人吧 优秘这边教自己的你来救人 也不一定就得下来半血滑一下 然后追一刀 孟老师这边的话 他往这边打呢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另外一边 刚才打了那边的那个机关墙的能量 就可以补充 然后这边的能量呢 因为刚才没有打 所以这边的能量呢 他可以重新的来进行使用 因为这边是一个新的能量 骗了一手 优兵教自己了 这闪现捏得很死啊 闪现一刀想打个震慑 牛仔这边没有给你到机会 可以啊 这把其实牛仔 我觉得做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牛仔的第一波 不 优兵的第一波救人 牛仔的这个勾人 其实在我看来都是做的很好 因为我们之前 大家可以翻看 以前我观察封眼的视频啊 封眼他的很多节奏点 都来源于防守 而这把的话呢 其实他的防守端 是没有打到太多东西的 所以球者其实给到了 孟老师很大的压力了 算了 现在密码机 你还比如说真的差了不多了 哎 两台都是大遗产了 但是很可惜的 就是球者这边呢 一个教自己的 一个半 学生 他们在这边牛仔 怎么可能再撑起来吧 又没交互点了啊 而且这个位置的话 能量比较充沛 靠墙的一张椅子 这边封眼还能够 再去封一手密码机 压寿我觉得没必要挂 究竟挂什么 这个靠墙的一张椅子很强的 没有祭司很强的一张椅子 这边只要能量够 我觉得优兵是救不下人来的 优耳银三百点能量 先把人封过半 优兵这边跳护壁过来 好了 那这样的话优兵可能被划死了 这边的能量比较充沛啊 好优兵倒地 捞下来了 捞下来的话 这也捞下来了 这捞下来我是没想到的 刚才那波已经封得狠死了 因为他这机关墙在椅子旁边的话 他时间会减短 刚才应该是 刚好能摸得到 因为那个墙应该是拦住这个椅子的呀 优兵是教自己的 看能不能把优兵给划了 牛仔的话一刀没 黄老师这边主要没有闪现 然后昆虫的话现在还没有贴门 两边门的能量 穷者是一定没有时间去消耗的 所以两边的门的能量 应该还是比较充沛的 他这边的话有时间的话封一波门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多抓 这边再找再找找到了 找到佣兵 好下把门缝住 过来牛仔最后一小勾 昆虫的门就不要了 昆虫的门就不要了 这个时候佣兵其实要做的就是往昆虫那边走 往昆虫那边走 莫老师这边应该是非常小懒 这傭兵滑倒 因为把优兵滑倒 优兵交自己的好的 优兵倒了 那一切就已经敲定了 这边的牛仔最后一边 我这边的话手里还有个闪现 这个牛仔应该是能带走的 然后昆虫来帮忙扛到 能不能扛 应该扛不住 有闪现 有闪现 我闪到你前面去打 他这闪现 被昆虫给卡了 感谢大家把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哎呀人生无常啊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